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着一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8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恒大汽车 昨天突发的恒大汽车有了利好消息 许老板又看到了一丝希望,有了一丝鼠 8月14号晚上恒大汽车发布公告 获得由阿联酋国家主权基金持股的美股善事公司 纽顿集团首笔5亿美元战略投资 约合人民币36亿 另有6亿人民币过渡资金将自公告后5日内陆续到战 所有战略资金全部用于恒大汽车天津共产 确保恒池5的正常生长和恒池67陆续量产 据悉纽顿集团还将协助恒大汽车开拓海外市场 实现每年向中东市场出口3万到5万辆恒池汽车 而在此前6月份恒大汽车曾发出公告披露被广泛关注的造车境况 2023年5月恒池恢复生产 截至5月底交付超1000辆 就是恒大汽车终于迎来了战略投资者 这个恒大汽车我在恒大爆雷以后啊 咱们就多次谈到过 这个恒大汽车量产它就有了价值 恒大汽车它这个天津工厂在天津的滨海新区 我估计啊它是首长工程 或者是当地的一号工程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很多地方 很多这个大城市啊 它都需要产业 这个新能源产业正好是符合国家政策 每个地方它都要搞这个 都想搞新能源 搞新能源的核心不叫搞一个主机场过去 在那儿搞基地 那么天津滨海新区就跟恒大合作了 结果恒大爆雷 本来啊 这个天津啊 滨海新区 这个期望值啊很高 因为许老板那个时候是首富啊 是买买买 再把砸钱 几百亿先砸下去 至少政府啊 很看好这个事情 就是地方政府 结果恒大爆雷了 我在以前节目就说 滨海新区 天津市政府 它没有办法 只能扶持啊 这个恒大汽车 生产线要打通 要把它贯穿 量产 那这样恒大汽车它才有价值 否则它就没有价值 你所有的投资啊 都清零 而且我也说了 恒大汽车出路在哪 它就两条嘛 一条就是战略投资者 引进战头 一条是什么呢 一条就是整个的 在那卖掉了 也是引进投资者 但是这个投资者 人家是产业投资者 比如说特斯拉 比如说比亚里 这些产业投资者 他一来 你许老板就要靠别 对吧 跟你许老板没关系了 这个恒大汽车 人家接手了 人家成大股东 人家来操盘 他有他的安排 这个战略投资者 什么意思呢 给钱 然后呢 他恐怕暂时啊 不控你的股份 不控制恒大汽车 还是由许老板来操盘 这叫战略投资者 他跟那个 纯财务投资者 还不一样 纯财务投资者 就是给钱 什么也不问 然后两年之后 股价翻倍 人家退出 战略投资者 是介于财务投资者 和那个产业投资者 之间的 那你从这个 纽顿集团来说 他就是个 战略投资者 为什么呢 这纽顿集团 他自己就是 造新能源汽车的 他在阿灵球啊 他有造新能源汽车的牌照 他在国内 新能源汽车有布局 他这个 新能源的汽车 这个零配件 上下游啊 他都有 他恐怕也有整车 就是主机场 这个我没仔细看啊 那么他跟那个 恒大汽车合作 实际上有很大的互补 双方可以借市 恒大借他的钱 他借恒大的 这个牌照 生产 制造 等等啊 而且我一直说啊 这恒大造汽车 他有他的便利条件 他有他得天独厚的资源 什么资源呢 就是恒大有物业 恒大有物业呢 他跟那个比亚迪啊 跟什么理想 未来就不一样 物业嘛 说好了是管家 对吧 为你服务的 说不好听 他就低头蛇 你说恒大有多少个小区 就是恒大物业 管理多少个小区 这么多小区 首先一个他那个 做广告的吧 进小区 宣传这个恒大汽车 他比别人 有独天独合的优势 然后他这个员工 物业的员工 每个人都推销汽车 对吧 人人卖汽车 每个人都被KPI 给奖励 你看这比 你这个其他的汽车厂商 自己建销售网络 要强得多 然后这个新能源汽车 跟充电桩也有关系 对吧 跟充电 跟这些基础设施啊 服务也有关系 那这些都需要物业 所以他物业 对恒大汽车倾斜的话 那恒大汽车落地啊 进这个小区啊 就要方便一点 总之啊 比那些白手起家的 造车新势力 他有独天独合的资源 这个你不服是不行的 但是呢 从今年开始啊 尤其是六月份往后 我就不太看好恒大汽车了 我在之前还是很看好 为什么之后不看好呢 因为在国内啊 这新能源汽车太卷 发展的太快 现在已经进入淘汰赛了 你恒大现在才搞到钱 我一直说 这个恒大汽车晚了一年 对吧 如果去年这个时候 他找到战略投资者 我觉得恒大还有一拼啊 还有一搏 你这个时候 找到这个战略投资者 找到点钱 不管怎么说 在国内反正挺难 我想这个大家也能理解 这两天啊 国产汽车是不是在降价 一个比一个降得很 特斯拉也降价了 好像这个降了8000 还有降亿万的 你说就这么降价 反正特斯拉 它还有降价余地 人家还是赚钱的 但是你像比亚迪这些国产的 它再往下降 它没有什么利润了 我就不相信 恒大 它能跟人家比价格仗 它跟没办法比啊 你要比价格仗 恒大估计就是 卖一辆车亏一辆 就没卖一辆 就亏多少钱 这是我的态度啊 我认为这个一年以前 如果恒大找到资金 找到战略投资者 那么它还真有一拼呢 现在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呢 这个阿联酋啊 这个纽顿集团 它可以帮助恒大 在中东啊 开拓市场 一年卖它五万辆 如果真的能做到五万辆 有这五万辆保底啊 这个恒大汽车 勉勉强强活下去啊 就是撑下去啊 这个还是可以的 撑个两年 以时间换空间 看看谁能活得下去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啊 它这个交易的本身 实际上恒大汽车啊 我没看它这个财报的数字 它肯定是有负债 而且它现在应该是 字字不抵债 就是它的资产啊 给它负债 一减之后恐怕是负的 那么这个纽顿集团啊 它作为战略投资者 大家琢磨一下啊 你要是战略投资者 你拿着钱来 你不是来解救谁啊 你来是要赚钱的 你来是要把这个企业 旁扶 让它以后产生这个 盈利能力 有造学能力 而不是来 说我把你这个 债券人给解救了 把那个债券人解救了 我拿这个钱来 是给你还债的 对吧 你把以前的债券人 债都还完了 你无债一身心 你把这个恒大汽车的债权 还的恒大汽车 它还是生产不了 那你说这个战略投资者 来干啥呢 他来填坑了什么 不可能的 所以战略投资者 这是干什么呢 来了之后就是 首先第一个要求你 你把以前的账搞清楚 对吧 咱们来不是给你 还以前账的 咱们来是为你 以后的合作 以后的发展 我给你掏钱 你不是缺钱吗 生产缺钱 开拓市产缺钱 研发缺钱 这些钱我都给你付 唯独不给你付以前的债 对吧 你以前钱是钱 那是以前的钱 你自己处理 这不咱们说通俗一点 这样大家容易懂 这样就要求你要进行债务重组 就把你以前的债 你给重组了 让这个企业 恒大汽车 轻装上阵 然后万事俱备 就缺这个36亿 那行了 我拿36亿来 这个一般的战略投资 都是这样的 好了 那他们就要求啊 你恒大汽车 在什么时点 对吧 比如说年底之前 你必须完成债务重组 你完成了债务重组 我这个30亿啊 股权投资就到位 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 那恒大汽车 既然大家都看好 你总不能等到它 到年底 或者到明年初 债务重组结束了 咱们再启动吧 对吧 现在都已经晚了 因为去年最好 所以说越早启动 生产 恢复生产 是不是越有利啊 这个等不及啊 所以这个扭顿集团呢 额外再给6亿的 无息贷款 但是这个是有抵押的 就是你恒大汽车 或者你许老板 你找个东西 押给这个扭顿集团 人家给你6亿的 免息贷款 借给你 先恢复生产 先让生产启动起来 记住了 这6亿不是给你还债的 是让你把生产启动 然后什么横直舞啊 接着连产 接着交付 那债务重组 怎么重组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剥离 就是你恒大汽车 那乱七八糟的业务 全部剥离出去 你以后只做汽车 什么房地产呢 什么还有其他的 能剥出去的都剥出去 跟主营业务汽车无关的 全部剥离 第二个 恒大汽车不有很多债吗 那你债怎么花钱 你不可能给他钱呢 你恒大汽车本来要倒闭的 没钱给 现在你看 有财主拿着钱来了 想一起玩 把他救活 所以你这债券人呢 大家都退一步 债券人也愿意 对吧 你要逼着要钱 那这个恒大汽车救不了了 就是倒闭 就是清算 谁也拿不着钱 现在有财主来说救一把 拿着真金白银来 那你们债券人都各自让一步 怎么让呢 就是债庄股 对吧 欠的钱不还了 变成股份 对吧 你把债入股 我拿30亿 真金白银来入股 你们是拿自己的债 那个烂占入股 这个债券人一看也行啊 反正我这个债 你要这么下去 他也清零了 现在好歹还有救 你看还有个傻子 拿30亿来了 真金白银啊 拿着钱进来了 你说债券人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呢 所以这个债务重组啊 大概留个成功 可能怕有个别的债券人 恐怕还要矫情一阵子 当然这个恒大汽车的主要的债券人 他又是恒大集团 就是许老板 总之他们都是管理方 那你许老板肯定要让步啊 他必须要债中股 其他的非许老板控制的债券人 他们也得让步 实在让不了的 有可能就留债 就给他付一点钱给他 你不能一分不给啊 给点 剩下的你转正股 或者剩下的留债三年以后还 这不就化解了吗 然后怎么这种股呢 就是恒大汽车啊 要发行62亿股 大概这么多股啊 发行这么多股份干啥呢 就是给许老板认购 恒大集团 那恒大集团要掏 他每股是按1块5 不是1块5 是3块8 一股是3块8 然后由这个许老板认购 就是恒大集团认购 那恒大集团就掏钱了 但是同时啊 恒大集团和恒大汽车 又签了个协议叫销战协议 你恒大汽车不欠恒大集团的钱吗 然后恒大集团认购你的股份 欠恒大汽车的钱 那这样一抵消 不叫销战了吗 销战之后 那个债权就变成股权 那恒大集团就持有恒大汽车 54亿股 他一共是62亿股吧 这个恒大汽车要认这么多股 恒大集团要认这么多股 总金额是210亿 你双方就210亿就抵消掉了 这不就占中股了吗 这是跟许老板的交易 当然了我们说的比较简单啊 实际上就是恒大集团 许老板 还有许老板 他老婆 还有他们控制的那一大堆公司 我们说合到一起 反正是认了这么多走了 那这个新的投资人 叫战略投资人 叫纽顿集团呢 他是5亿美金 大概38.9亿港币 认购62亿股 每股的价格 大概是0.63港币 然后这个增发以后啊 他占27%的股份 你简单理解就是 这个纽顿集团掏了5亿美元 拥有了恒大汽车27%的股份 他这个认购价是6毛3 许老板那个债中股的价格是3块8 你要这么一看的话 这个许老板他是很有诚意的 恒大汽车卖了个白菜价 如果说咱们不清楚到底应该卖多少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前不久不是那个造车新势力啊 什么蔚来 还是什么小鹏 理想是不是都拿到了那个 外资合资企业的那个投资啊 都是天文数字啊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好像什么大众投那个什么小鹏啊 还是蔚来 几十亿就占百分之几的股份 那个估值都特别高 你想想 这个纽顿集团5亿美元 就拿到了27%的股份 那现在是白菜价嘛 办卖办送 许老板债庄股啊 你看他是200多亿 只认够了54亿股 纽顿集团是36亿港币 5亿美金啊 他认够的是62亿股 同股不同价 那这就是许老板的诚意 他买的是他销债啊 债庄股的价格是 纽顿集团拿真金白银的 五六倍 那么增发完之后啊 恒大集团许老板 他们这一拨人呢 都叫一致行动人 实际就是许老板是实际控制人 那他控制恒大汽车多少股呢 大概是59股 59% 纽顿集团占27% 那他们俩加一起啊 已经占整个盘子的86% 8月14号晚上 中国恒大公告称 假设行动人汽车债转股完成 即紧随行动人汽车股份认购事项完成后 本集团 就是恒大集团 于恒大行动人汽车的持股比例 将贪薄至约46.86% 而恒大行动人汽车 将不再为本公司的 非全资附属公司 其财务业绩 亦不再于本集团业绩内综合入战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增发债转股 还有这个纽顿入股 这一套资本运作啊 重组完之后 那么这个恒大汽车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就是恒大集团只持有46.8%了 就达不到那个合并报表的持股要求 合并报表是要求你持股51%以上 那你这个下面子公司 就可以把他的报表给你报表合并 他那个营业收入就是你的营业收入 他那个利润就是你的利润 可以合并到报表里面 现在呢恒大汽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他都不会合并到恒大集团 恒大集团对恒大汽车只是持股 然后到时候就是说 这你这么多股份赚了多少钱 就是分红 不再合并报表 当然了这些股份数字啊 认购的股份啊 占比啊 我都是估算的 我没有仔细去算啊 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这个 未来啊 我认为有可能这个纽顿呢 成为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恒大集团和这个许老板 以及他们叫一致行动人 持有恒大汽车的股份啊 因为他那个股份最终是要抵债的 那些美人债的债券人 他在哪搞资产去还呢 你看恒大集团在恒大汽车这 还有百分之四十几的股份 这个股份就用来还债去了 这些股份实际上最后嘛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操作啊 也可能是新托方式 或者是怎么的方式 受益权的方式 总之他是要给那个 恒大所定义的美人债的债券人 如果拿受益权去还的话 那你说和年马月都还得完了 如果拿股份直接抵个人家 那那些美人债的债券人 到时候会把股份抛掉 这个那第一大股东就变成纽顿了 或者是纽顿呢 到时候再掏钱 把恒大集团神的股份买过来 给他现金 那这个现金到时候就支付给 美人债的债券人 总之啊 就这么一个操作过程 咱们以前一直说 恒大汽车做的越好 估值越高 越有利于许老板还债 就这个意思 咱们以前一直开玩笑啊 我认为是特斯拉的收购是最好的 对吧 马斯克来收购恒大汽车 入股恒大汽车 那恒大汽车估值 可能叫暴涨 他现在股价是1块5 说不定就变成15了 变成15那徐老板 手上的50%的股份啊 你说多赚钱吧 多值钱了 把美人债就还齐了 还清了 我记得当时这么说 很多网友不认可 因为他不懂资本 搞不清楚这个恒大汽车 值不值钱 对牛贪情 你说恒大汽车不值钱 纽顿集团怎么拿着5亿美金来了呢 只占他27%的股份 就这个还是徐老板卖了个白菜价 徐老板为了救命没办法 你这个时候5亿美金不卖 你再往后拖啊 你只能卖3亿美金 价格的跌一半 现在徐老板是英雄气短 舍不得卖也不行了 本来他想卖个高价 解决他的这个债务问题 现在一看确实不行了 我刚才说了啊 至于纽顿集团战略入股 恒大汽车 我现在呢 已经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这个新东西车卷的太厉害了 不停的降价 现在进入淘汰赛了 对吧 那恒大汽车唯一的机会在哪 就是在中东市场 看看能不能打开 如果真的能打开局面 他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 为什么说苟延残喘呢 如果假设啊 恒大汽车在中东 在阿联酋 大卖 一年卖10万辆 那你想想 你这比亚迪啊 或者什么 特斯拉啊 其他的国产新东西车 人家也会去阿联酋的 闻着味就去了 人家也在阿联酋跟你竞争 就卷到阿联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联酋人既然能买这个恒大汽车 他也就不会反对这个比亚迪汽车 比亚迪可以说 我们看我们在中国 我可比那个恒大牛多了 我们一年卖500万辆 那恒大在中国才卖多少辆呢 恒大在中国是名不见经传 一个小汽车产商 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你们还买他的车 为什么不买比亚迪呢 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 就是人家也到中东去卷去了 你以为中东那个市场 别人进不去是吗 你在那一年卖十万 人家也过去卷 最终啊 还是拼实力 你在国内拼不过人家 到了国外 恐怕这个也不能长久 所以我说他能苟延残喘 就这意思 那最终他能活的怎么样 跟纽顿集团有关 因为人家到时候会成为实际控制人 那么这个纽顿集团整个的布局 对吧 你这个恒大汽车在他这个产业链布局上面 这个一环上面是起什么一个作用 这个纽顿集团呢 他跟中国渊源很深 不光跟中国啊 他跟天津的渊源很深 这个纽顿集团的前身就是中国天津的 叫艾康尼克 纽顿集团是获得阿联酋黄石基金注资 于2016年在迪拜成立 他的前身就是天津的这家 艾康尼克 他把收购了 然后经过这个阿联酋精心打造 2022年5月 11月11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着陆 成为了阿联酋新能源汽车赴美上市的第一股 这个纽顿集团在模块化纯电动平台 数字车载互联系统 电器电子架构和自动驾驶等核心技术上 拥有独特的优势 在超跑全尺寸SPV和紧凑型SPV 是纽顿集团正在开发的主打产品 所以通过这个介绍 大家就知道这个纽顿呢 他入股到时候控股恒大汽车 他是有他的安排的 未来恐怕要整合 我的感觉就是许老板被迫无奈 借卖了他的恒大汽车 因为是没有办法 现在恒大汽车值多少钱 就看纽顿集团怎么运作 当然了 许老板也得努力 这样恒大汽车估值一上来 许老板那个50%的股份就值钱了 这样他就好好去还这个美元债 那就有很多人就说了 你说跑到阿联酋去卖新能源汽车 还有这个阿联酋国家居然也主打新能源汽车 你这不是把石头往山里背吗 你说阿联酋就产石油 油对他的说也不是事 那何必凑这个新能源的热闹呢 大家想想也是啊 你说人家的油比水便宜 你跑那去搞什么新能源汽车呢 实际上我觉得啊 是新能源汽车把咱们误导了 咱们这个电动车啊 反正叫新能源汽车有点乱 他不应该叫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就是电动车 如果你要说新能源汽车 那反正跟那个阿联酋这个地方不搭杆 人家人家不缺能源 搞什么新能源 再说了你这个电也不叫新能源 但是你要说电动车 这个就好理解了 阿联酋它需要电呢 就哪个地方都需要电 中国也一样 如果你叫电动车的话 实际上那个电动车啊 它是储能设备 这个电力供应大家知道 它有波风波谷嘛 它的特点就这样你用不用反正电发了 白天对吧或者晚上 它有个用电高峰 然后夜里是不是又到了低谷 用电人也少 所以这个波风波谷 你用电人少的时候 人家电也在供应 到高峰期呢电又供应不上 很多地方拉闸限电 对吧 到了夏天那更是高峰期 整个夏天都是高峰期 那很多地方叫拉闸限电 所以电力供应它有波风波谷 那么储能设备 实际上它就可以抑制这个波风波谷 所以你要发展这个电动车 哎实际上在电力上是个户 电动车夜里对吧 就是用电低谷的时候 你这电动车在充电 到了白天 用电高峰的时候 你们开着电动车 所以这个对电力供应 是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保持电力供应的平衡 所以你要把这个新能源汽车 当作一个储能设备 那你就想明白了 要不然晚上那个电烂费了 低谷时期啊 你看马斯克现在搞储能设备 就是这个意思啊 很多用电大户啊 对吧 它那个生产成本里面 能源成本占比比较高的 尤其是电能啊 占比高的这些企业 你比如电加铝 对吧 耗电多的这些企业 它就可以夜里啊 趁这个电价便宜的时候 它储能 它把夜里生产 它夜里它还充电 等到白天的时候 或者高峰期 它就不用这个电网的电了 它用自己夜里充的那个电 它不便宜吗 成本一下就降下了 所以说你把 咱们所谓的新能源汽车 把它看成一个储能设备 就是电动车 那么那国家发展这个电动车还是有道理 至少给你的这个电 电网供应 电力供应啊 能够起到这个消风 填骨的作用 最后再说一说啊 这个恒大汽车啊 有了战略投资者之后 它跟恒大集团 对吧 跟国内的这些债券人 这些业主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当然关系不大 对恒大汽车的债券人 对恒大汽车的供应商 这个是好消息 意味着你的供应商借着供货 这往后这钱不会断了 好歹人家是阿联酋 皇家资金啊 对吧 不至于是断了 那是土豪啊 至少短时间内是不会断的 不用担心 对保交楼呢 对这个 什么理财投资者没什么关系 人家土豪来投资恒大汽车 首先要求的就是隔离 对吧 你别跟恒大那些裹在一起 要把它剥离开 剥离开意味着就是说 我这土豪给这个恒大汽车 给多少钱 给您什么恒大都没关系 给你们以前债券人 什么那个保交楼啊 给您什么理财投资者都没关系 咱们是保这个恒大汽车生产 运营 恒之五恒之六 投产 量产 不是拿钱给你去还那个理财投资者的 所以说关系不大 但是有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徐老板 他至少甩掉一个保护 他可以集中精力啊 来保交楼 最后再说一下特斯拉啊 这个因为这两天啊 不是晚上有很多时候 这个特斯拉不准去机场 对吧 不准到什么政府部门等等 很多地方不让特斯拉进 虽然国务院啊发了文要怎么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要给外资什么国民待遇等等 但是特斯拉的消费者 特斯拉的车 很多地方就不让你进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不安全 说你这个射密 然后你的特斯拉他有一个模式啊 他会自动的去拍摄汽车周边的环境 然后这样容易这个泄密 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那么人家特斯拉啊 昨天8月14号晚上发了一个公告 他的公告说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针对近日网友关心的特斯拉哨兵模式 他说啊 他先解释了一下这个哨兵模式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哨兵模式啊 有的品牌把它称之为叫守卫模式 是目前主流智能汽车标配的一种智能安全配置 不是特斯拉特有的 就是其他汽车都有这个模式 这个叫什么模式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哨兵模式啊 一启动 那么当你车停在那的时候 你人家离开了 然后他那个汽车就进入哨兵模式 你当有人靠近你那个车的时候 要么是盗窃啊 要么是划车啊 等等嘛 就是有人靠近车的时候 这个系统会向车的主人发出报警 然后他记录发生在车辆周围的可疑活动 然后这些数据呢 他并不是上网 而是存在车身自带的USB设备里面 就是存在本地 他不是传到网上去 然后呢 如果出了事情 警方可以把这个车身里面的这个USB设备拿出来 再导到电脑里面 可以看到当时汽车周围发生了什么 这个哨兵模式啊 出产的时候默认是关闭的 入户如果需要 你可以把它打开 车主和特斯拉都不能通过网络远程在线观看 汽车发生什么现状 车主收到的只是一个警报 说你车有问题 数据全部存在这个汽车自带的USB里面 他把这个说的清楚了 然后呢他还解释了说特斯拉公司 已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 以实现数据存储的本地化 所有中国大陆市场销售车辆 所产生的数据都会存储在中国境内 2010年10月 政府主管部门联合发布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实行后 特斯拉公司作为首批试点企业 积极参与了主管部门组织的合规试点工作 他这个说的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跟苹果是一样的 中国的特斯拉用户产生的数据 全部存在中国本地 这个昨天节目咱们就介绍了 你看昨天晚上特斯拉就马上宣布 一个是烧兵模式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车停在那然后偷拍你的这个周边环境 然后传到美国去 你连车主和特斯拉都看不见 它只存在本地 到时候公安破案用的 第二个就是特斯拉的用户数据 到时候都存在中国 那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这个特斯拉他越来越合规 他越来越本地化 他就没打算跟你对着干 就像那个谷歌一样的 我不爽我搬走了 他跟苹果一样的 他我就要在这扎根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汽车内卷不就加剧了吗 那特斯拉他就没打算走 你这些国产厂商想把它挤堆走 他就不走 粘于效应 那他就不停的降价 不停的降价 你说其他汽车厂商 压力就特别大 因为你的成本比他高 那你说对恒大汽车来说是好消息吗 这恒大汽车不就更难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这恒大汽车晚了一点 要是早个一年或者一年半两年的 实现这个战略投资 他还有的玩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淘汰赛 看谁出局了 你这个是入局 所以压力非常大 当然了这一切啊 都说明徐老板 他并没有真的说躺平 摆烂他还在博弈 他只不过是想卖个好价钱 结果呢 终究也没卖上个好价钱 如果你感兴趣 你把前几天啊 这个外资投 国产造车新势力这些 入股的那些估值看一看 你就知道 徐老板这回绝对是卖了个白菜价 跳楼大甩卖 但是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